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繼續分享有關於美國方面的消息 臭名超注的科技巨企Facebook 在這次美國大選當中的定位就相當清晰 就是一面倒地向拜登傾斜 以及針對特朗普 而在昨天有一個保守派團體叫做Armistad Project 中文譯做亞米斯塔德項目 他們就踢爆了原來這個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 在這次大選當中竟然豪宅了5億美元 考納明目來干預大選 有賓州的選民看到這個情況相當不似 於是乎便入賓州的地方法院提告 究竟這5億美元是花了去哪裡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亞米斯塔德項目在昨天發表了一份長達39頁的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指稱 朱克伯格在大選前一共豪宅了5億美元 來資助各地的選舉項目和官員 當然他們認為這筆錢對於不少選民帶來不公平和不當的影響 根據他們所說 朱克伯格大部分的資金都是捐給了一個名為 技術與公民生活中心 Center for Tech and Civil Life的組織 據稱這個中心是由另一個非牟利組織的前任經理所創辦 我相信這個所謂創辦人就是俗稱的拍車仔 在幕後掌權的肯定就是朱克伯格 如果不是 他怎會相信這個中心 億億地捐出去才行 根據那份報告所說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這家技術與公民生活中心 就已經著手 向各州的民主黨大本營派出特遣隊 在那處就是招募成員 並且準備 幫這些民主黨大本營申請贊助撥款 那份報告就舉了一個例子 這家中心就派出了一支特遣隊 去到威斯康星州的拉辛市 就聯絡市長梅森 向他首先提供了10萬美元的捐款 這筆捐款是用來做什麼的 就是用於在拉辛市 以及其他周邊的四個城市 進行一些招募工作 按照這個捐款的要求規定 就說這些城市需要各自制定一項計劃 並且反過來 向這家技術與公民生活中心發出請求 就是要求他們提供更多的資金賺助 包括拉辛市在內的五個城市 在今年六月的時候 就各自提交了一項計劃 最後一共獲得了630萬美元 來實施他們的計劃 這份報告就批評 說諸黑百格的這種行為 就等同於將選舉私有化 同時也是違反了一個叫做 幫助美國人投票法 叫做Help America Vote Act 這條法例其實是說什麼呢 就是要求各州的選舉計劃 是必須提交給聯邦政府的官員 並且獲得批准 同時就是要求各州必須要尊重平等保護的原則 使得所有選民都能夠公平地獲得所有的選舉資源 就是說這個諸黑百格根本上就是僭越了政府的權力 別人要求那些選舉計劃是交給聯邦政府的 你就叫別人交給你自己那間什麼技術與公民生活中心 來換取這個贊助 你五個城市就已經630萬了 這些就叫做雞腿打人牙教園 對不對 用不用到那麼多錢 究竟你那些錢用來做什麼 真是心知肚明 這份報告還批評 說諸黑百格的技術與公民生活中心所提供的資金 就使得那些民主黨大本人的地區 用在每位選民的資金 就大約是47美元 相比之下 那些傳統共和黨票倉的地區 用在每位選民身上的資金 就只有4至7美元 差差不多10倍 此外 這種專門為了特定地區的政府 而度身訂造的招募人員 和撥出捐款的辦法 是違背了整個選舉計劃 導致當地的政府 會在選舉過程當中 向某一方面作出偏袒 這個當然就是 我都收了你這麼多錢 還不會偏袒嗎 你說不偏袒 都沒有人相信 這些就叫做瓜田里下 實情那些政府 應該是要避嫌的 你明知道這個 諸黑百格的背景是怎樣的 你還去收他的錢 你說自己是公正 到底有沒有說服力才行 到底那些選民相不相信才行 現在就是有很多人 心也不服 調戲也不順 最後 威斯康星州拉申市市長梅森 Facebook發言人 以及技術與公民生活中心的媒體辦公室 都沒有就著亞米斯塔德項目的報告 作出任何回應 簡直都無言以對 或者 根本上他們都不會當是一回事 他們都當自己隻手遮天 事實上 你這個諸黑百格 現在被人鐵證如山斷政了豪宅五億美元 去干預選舉 其實就等同於 是花錢幫民主黨去吹票 因為他的資源 全部就是調拌去民主黨的大本營地區 你又不是調去共和黨的票倉 你是有選擇性 根本上你就是想和民主黨 一手一腳剷除特朗普 當然這個諸黑百格 他有沒有這樣的動機 他是有的 第一 由於特朗普在過去幾年以來 和中國的關係鬧得很僵 所以導致有很多科技巨企 想打入中國市場上 出現了困難 其實都不僅是說Facebook 甚至乎連Google 蘋果都是這樣 因為特朗普就秉持著一個原則 就是美國優先 而不是科技巨企優先 甚至乎特朗普在封殺微信的那段期間 有記者問他 你這樣做難度就不怕 令到這個蘋果的iPhone手機銷量暴跌 特朗普只是回答了一句 他說 那又如何 這個答案已經證明得到 特朗普的施政方針 並不會受到科技巨企背後的利益 或者是他們的稅客 影響得到 他只是秉持美國優先的原則 好了 當然 Facebook就是憎恨他無論 你令到Facebook進不了中國市場 絕對是跟特朗普有關的 如果不是特朗普在做所謂的駕倆的話 分分鐘Facebook已經妥協了進入中國市場 在Facebook的眼中 他們當然覺得 賺少了四年錢 滑溜了四年歲月 如果這四年不是由特朗普做 而是由希拉莉做的 他們可能認為分分鐘已經進入中國市場 好了 接著 另一件事就是關於特朗普 他堅持要廢除 這個通訊規範法的第230條 就是要將這些科技巨企 旗下的所謂社交平台 那把保護傘廢除了他 因為這把保護傘的原意就是好的 但是這些科技巨企 他們就濫用這把保護傘 來一面倒向拜登傾斜 然後針對特朗普 所以這個朱克伯格 絕對是有一個動機 是想和民主黨一起夾手夾腳 是要剷除特朗普的 好了 至於這個阿米斯塔德項目的發言人 他們就提到 說朱克伯格這個行為 實際上就等同於一個深層政府 在操控選舉 他還提到政府的核心 應該是管理和運作選舉 而不應該就選舉的項目 好像搞到進行公開招標一樣 正如那些選舉官員 都不會要求可樂公司 去贊助選舉 因為管理和運作選舉 就是政府的職責 他們必須要在不受到任何影響的情況下 做到這一點 當然現在就是做不到 好了 於是在賓州那裡 有一群選民看到這個情況 看不過眼 抵不住頸 就去了賓州的中部地區法院那裡提告 根據保守派媒體 世界論壇報的報導 就說有一群選民提起了一宗訴訟 因為科技與公民生活中心 就向賓州的第一大城市費城 提供了一千萬美元 要求費城要開設不少於800個新投票站 而且在這千萬美元當中 有部分用作支付給法官的酬勞 使他們能夠有效地監督點票 和處理對於點票結果的爭議 難怪那些選民不服 就是這樣 你花那麼多錢 你說花那麼多錢 費城就一千萬 威斯康星州五個城市 六百五十萬 不斷來仙女散花 大派金錢 你說為什麼 是不是 為什麼你要給法官一些酬勞 你給什麼 居馬費你都不應該給 法官就應該保持住中立的角色 對不對 政府又向他支身 你還要給他酬勞 你為什麼 當然現在那些人還可以爭論 你都未曾證實 現在只不過是保守派那些團體的一面支持 那些選民的一面支持 那我真是想反問 到底司法部做什麼 為什麼還不去調查一下 沒有的 你就還回這個朱黑白界一個清白 是不是 查都不查 當沒回事 到底他這些行為是否合法 是不是有錢就大了 是不是可以周圍這樣去 進行資助五億美元 大佬 你在這個民主黨的票倉費城 開這麼多個票站 你無非就是利用這些手段 來幫他吹票 你不要在共和黨的票倉開這麼多票站 撐你的就是民主 不撐你的就是過主 這樣也可以 這些就叫做公平的原則 你笑死人 尤其是那些政府都有問題 你怎麼能夠收受這個 科技與公民生活中心的錢 是不是 你自己的責任來的 你去搞這場選舉 是你要保持住中立的角色 我不知道他們憑什麼的capacity 你憑什麼權限去收這些錢 而且那些錢怎麼分配呢 有些是說給酬勞的 你那些州政府有沒有收到酬勞呢 又沒有人查的 搞得好像一塌糊塗一樣 這些情況在香港發生 都被人罵到死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沼澤真的深得緊要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